大家好,这里是大舌头解说,我是段小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女子常在蛋糕底下 想给过生日的母亲一个惊喜 随着母亲一刀就切了下去的电影 今天是金发姐母亲的生日 她请了母亲和姐姐一家来家里吃饭 正仔细地打扫房间 她可不想被姐姐嘲笑家里乱招招的 收拾完后,她打量一下整体的摆设 突然,金发姐觉得蛋糕应该放在别的地方拆得替 编一把短期蛋糕 这才发现,老公将桌子挖了一个洞 藏在蛋糕下面 还将蛋糕用直至蛋糕代替 原来,丈夫是想跟姐夫来个恶作剧 捉弄一下姐夫 因为姐夫是个恶作剧框 经常捉弄他们 这次她要来个报仇血恨 金发姐也对姐夫以前的恶作剧行为非常的厌烦 便搭一起完成这个计划 不一会,姐姐姐夫和母亲就来到家里 见姐夫的打扮就知道 她果然是一个恶作剧框 40多岁的年纪,居然戴着一个狼头面具 她一进门就将自己特制的蜘蛛冰块倒进盒子中 还将金发姐家里的肥皂也换成了自己的特制版 后来,金发姐利用各种借口 想让姐夫将蛋糕拉开 可姐夫始终不上当 好像知道他们的阴谋一样 这时,母亲和女儿也走了过来 要求姐夫给她们一家人在这个笼中的日子里拍张照片 姐姐也趁着这个时候点燃了蛋糕上的蜡烛 眼看着蜡烛快要烧尽 这可是纸质蜡烧完的时候 丈夫在底下可要出尽阳相 在姐夫正要拍照的时候 没成想,持着母亲居然要先囊售一下贺卡中的内容 老人嘛 语速特别慢 蜡烛已经烧到尽头 母亲还是不慌不忙地囊售者 金发姐现在已经等不及了 蒙的一口气,将蜡烛吹灭 当场女儿就说 您怎么可以这样拨夺奶奶吹蜡烛许愿的权力 一旁的金发姐,故作没有听到的样子 对着姐夫说 这个时候你可以端写蛋糕了 可一切都是这么的不巧 一边说着相机没电脑 一边跑出去更换电池 这样金发姐又没能得逞 说话间,姐姐去上洗手间 女儿带着母亲去看自己新买的平板电脑 金发姐见四小无人 偷偷拿开蛋糕 丈夫在下面顿时怒出不懈的表情 毫不赖烦地对金发姐说 你这点事都办不到吗 交谈间,自己就从桌子下出来 让金发姐进去 自己亲自来引导姐夫拿开蛋糕 这时姐夫走了进来 丈夫还是如法炮制地对姐夫说 你能不能帮我端一下蛋糕 这样桌子更宽敞一点 无赖,姐夫说 对了,我上次找你借的怒香袋 我给你带来了 说话间,便走开去车里拿怒香袋 丈夫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姐夫慢慢走开 不一会,姐姐走了进来 看着金发姐过着这样好的生活 心生忌妒 对着金发姐丈夫一阵挠骚 说出了自己和金发姐丈夫偷情的事 而且越说越露骨 而且她今天就是要跟金发姐他们摊牌 金发姐丈夫越听越怕 金毛对着蛋糕解释 你姐姐说的都是罪话 可姐姐还是不依不饶地宣泄着 这时母亲和女儿走了进来 金发姐丈夫便给母亲弄了杯冰水 可姐姐却对自己和金发姐丈夫的事 一股脑跟女儿说了 金发姐丈夫大吼道 让姐姐闭嘴 姐夫闻声过来 冷冷地说道 这一切我都知道 真是没地说你 自己的老婆被睡了 姐夫居然可以当做没事发生 正当女儿质问父亲 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金发姐母亲笑着说 我要切蛋糕了 说话间 就像一把水果刀插进蛋糕中 金发姐丈夫想要阻止 却没能来得及 突然金发姐出现在了背后 原来她在蛋糕下实在是憋不住了 临时出去拿了真蛋糕 金发姐丈夫非常庆幸 姐姐说的一切没有被直接老婆听到 可一波未凭 一波又气 母亲这个时候喝水 被蜘蛛冰块呛住了喉咙 金发姐赶紧过去 一把搂住母亲 想要将冰块弄出来 金发姐丈夫却毫不在乎老太太的死活 而是着急跟女儿解释道 刚刚她听到的都是姑姑说的坠话 女儿一叮点听不清句解释 一把将蛋糕摔到爸爸脸上 姐夫这时 急忙拿针的充电的电话 胡搅120 却被电了个人羊马翻 姐姐从厕所出来 被姐夫的特制肥皂弄得一年漆黑 顿时家里变得一团糟 大家都开始手忙脚乱 此时 一个身穿制服的人走了进来 她是姐夫请过来给母亲住手的 进来便脱掉衣服 怒出肌肉 看得一家人目瞪口呆 母亲也因此因祸得福 肌肉懒得刺激 让她一个激动就把冰块吐了出来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 女儿将金发姐叫到房间 说出了爸爸和姑姑的事 母亲在一旁还嘀咕着姐夫的孝心 她也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肌肉懒 殊不知 她的两个女儿的家庭正在被拆散 几分钟后 金发姐和女儿下楼 收拾好心理 看了丈夫一眼 投业不合地离开了这个 曾经看似温暖幸福的家 影片到此结束 这个故事来自 《九号密室》第二期中的第五集 这部剧的电影感非常强 而且这个故事都很独立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念过往 不畏将来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道具 大之若愚 宠辱不惊 才能获得长久幸福 我们不用去刻意制造惊喜 生活本身就充满了惊喜 好了 进到这里 请原谅我大舍头